会比过去过得更好 希望花莲也能够更进步 我们花莲人民的生活会变更好吗 我们看看最近我们整个520总统还没有就职 这些种种的氛围里面在立法院在中央 看到我们多数的立法委员要废掉国库一项 要去中国化 要马英九特色陈水扁 走向台湾独立 要开放美租进口 两岸的关系非常的不稳定 我们也看到我们交通部 还没有上任的交通部长 要断了花莲人的深入 从贺诚淡说的东澳南澳这一段 不再做了 因为是砂石车的关系 不做了 要废除水泥的产业 让东部这个期块 让我们花莲人感到忧心 东部交通 陆续的要执行的工程 民众忧心 台北的油脂没有办法返乡 我不知道我们局处的首长 看到这样的状况 要废除国库一项 要拆出中正纪念堂 要特色陈水扁 这些等等 在民进党在立法院是多数的情况 我们身为东部的一份子 东部人的一份子 感到非常的忧心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事实 我不清楚 我来拿一份最近的报纸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中国时报 书发改 东澳南澳段 都不要了 这个是中国时报 访问贺诚淡 新任的交通部长所讲的 都不要了 再看来 这是我们地方的大报 书发改持续建 到底我们的民众 有知的权利 到底是哪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假的 书发改持续建 这个什么东方西方报是吧 不见了 到底这样的新闻 在我们坊间 媒体的 传播呢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我看现在报纸 只有那个日期是对的 其他好像都是假的 内地来用 同样是一个驚自驚 同样是新任的交通部长 一个中国时报说不要了 一个继续建 这个只有日期是对的 到底是我们要以哪一个为准 蛮奇怪的 我们媒体有知的 媒体有让我们民众有知的权利 到底这样的它是在做什么作用 我看不懂 我等一下想要请问县长 到底这个书发改 我们马云九政府 这几年来呢 推动这个苏阿尔的工作呢 我相信呢 我们一定要持续的来做 这个就是刚才我放那部影片 花蓮人的一天 我车 公路 空中 海上 这么优质的一个兴奋 你看看我们台湾岛 有哪一个兴奋 像我们有这样的优业的条件 海运 空运 铁路运输 公路网 但是我们现在享受到的 花蓮的民众 每次都讲 一条回家安全的路而已 就这么简单 有那么难吗 人家很奇怪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讲铁路好了 记得 郭东当县长的时候呢 我们为了 有回铁路呢 一票难求 他曾经呢 到台北的火车站 在出路口那边 我们印象很深 在那边 拜托支持我们花蓮 让花蓮呢 有一个交通非常顺畅的地方 到了花蓮 带动地方的观光也好 带动地方的繁荣 进步也好 到现在 从我们苏花 苏花铁路 北回县 通车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呢 当时新建苏花 北回铁路线的时候 这些我们的先选乡亲啊 在96年2月通车那天开始 有手期待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呢 票难求 为什么当时的民众支持北回铁路 当时也没有经济效益 没人要坐啦 这样的一条铁路没有人要坐 我们是浪费公堂 经济上也没有需求 到现在96年到现在呢 看到的 票难求 有姐姐吗 我们看到的 当时我们 现在也好 我们县政府 还要为了我们的游子回乡 还要去包车 登记 在台北车站公路集合 哪里集合 够悲哀啊 我们的中央的民意代表 这几年来 不管南军 丽军 都说呢 我们的一般的男球 将要解决了 我在14天前 要买一张车票 买不到 我们的张三胜 行政院长 他到花莲 我晚上12点 电脑 手着电脑 要买一张车票 我们一直在讲 也许我们地方的 民意代表 中央这方面 我们当然干涉不到 奥哀哀家 在这边叫叫而已 但是这是民众的心声 我们当时的 很多的中央民意调 中央的官员说 我们的普悠马来了 我看到我们的官员 还有这个立法委员 在基隆港接车 我们就解决了一票难求 也没有啊 再看看 我们的太鲁阁号来了 请协式列车 我们有听过的名词 这一定很快 我们民众又在期待 这个请协式列车 来了以后 我们又解决了一票难求了 到底是怎么了 再过来 我们没有车票 是因为路客太多 到花莲观光 都给他们包走了 又没有车票了 很好笑的民众啊 议员 你钱力那么大当议员啊 我嫌你干嘛 给我买一张车票 买不到 我儿子曾经啊 在台北要回来 爸爸你给我买一张车票 我要回花莲 买不到 他以为他的儿子当议员 非常的大 买不到车票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这个车票还没有买得到 那就奇怪了 前几天前阵子的立法会员 大陆的淘宝网买得到车票 感觉他很奇怪 到底我们这些无能的政府 在中央铁路级交通部 就跟一票难求 我们朋友好 不是要跑花莲吗 有个是中贯线 西部线在跑 到底我们一票难求 怎么解决 如何解决 到底有没有机会 还是过年那一个礼拜 花莲建筑全部给他包下来 以后我们来发包 有可能做这样吗 不可能 只有卑微的把我们的乡亲 从台北再来花莲 所以这是我们新建铁铁路 当时的迎接跟期盼 也是我们花莲人的 一爱 淘宝网都买得到了 我想我们1999服务那边 稍微跟我民众沟通一下 替淘宝网来跟他们买的车票 这是蛮悲哀的 再来看我们的公路交通电社 刚才我一直谈到 我们花莲 公路网也有 空中的花莲航空也有 铁路也有 海运也有 为什么我们那么落后 为什么我们的乡亲 在住花莲的人口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应该是边陲地区 我们看到刚才我谈到 我们台九线 公路网 我们台九线断断继续的修改 这50年有拓宽的部分 最近我们立法委员在中央提案 能够寄注建设条例的经费 透过这个条例的法案 他们把它当作说前坑法案 然后我们看到西部的交通 四通八达 那我们花莲 要说 不到5号 帮我们自己进出周边的公路 台九线都没有办法做 接下来想要请问我们建设处的处长 到底我们这条公路 现在目前 做得怎么样了 前几天 也可以说我们这个红利灯 是前台湾最多的一条公路 花莲到台东 你跟我们相亲报告 我们台九线这些弯弯曲曲的公路 现在目前改善的情形 谢谢邱议员 那有关于这个台九线 是属于台九线神道 属于交通部公路总局管养的道路 那目前呢 我们大概知道的情况 就是在凤林的南平段 凤林南平段也是台九线235k 到237k这个路段 目前前阵子之前已经完工了 那在玉里的三线段 就是284k到285k这个部分 那也完成了 那这个部分是 已经施工完成的路段 那我们后来去了解 那他这个花通三期的 后续的一些相关的 台九线改善计划 在现在呢 正在办理施工当中的路段 有奉信段 也就是240k到242k 还有光复的大新道复原的这个路段 253k到260k 那再来就是复原到瑞北这个路段 260k到268k 那这三个路段是目前正在施工当中的路段 那现在比较危险的路段 哪里还没有做 你认为我们必须急速来改善的 事实上后面 他们陆陆续续还有一些路段 现在目前已经发包设计了 那我们这边有跟公务总局有接下有联系 那他们给我们的一些资讯 包含我们这个台九线当中有木瓜西桥 万里西桥 跟马太安西桥 因为整个台九线拓宽成30米之后 那这个既有的桥梁的宽度 那可能就不符这个道路的水准 那所以说这三个桥梁也目前正在设计当中 那个署长你报告这边就可以了 是 也表示我们整个台九线的公路网 是泼泼烂烂 悍� progress 速度非常的慢 这条省道是从我们 从旭林 比如到副梨 是我们花林线唯一交通的捷径 所以这整个农产营销也好 所以人民观光都带来非常的注意 也带动地方的繁荣 但是这条公路可以讲是目前前省 最差劲的一条公路 弯弯曲曲 红绿灯最多 测速照相机最多 这样的一个公路 实在让我们花连人心寒 老百姓不知道 以为这个公路都是县政府做的 它不会怪中央 但是我们选出的中央的立法委员 替我们来征集 你看这个公路如果能够改善 让我们的医疗的后送的速度 灾难的抢救 红绿灯的设置 速度加快 对民众地方的发展 没意气可气 那这边 我们花连的测速照相 我看到报纸 去年 整个违规告发14万件 因为它为了公路 没有办法快速达到 而且很多的弯区 非常的危险 它来做测速照相 都值得同情 为了大家的安全 但是这样的公路伤害的呢 是我们老百姓 像你在处长 主管这个业务呢 在适当的管道之下呢 来做建议 是不是能够呢 海城发动快速道路 让它能够成立 我想这个花东快速道路 最近 我们很多中央的立委都在争取 来看看这段影片 处长你请坐 请回去 花东快速道路 贵 这个贵部啊 930亿 很多的媒体 来抨击 是乾坑法案 请问五阳快速道路 多长 花多少钱 花多少钱 40公里 花了590亿 北宜 直铁 我们去 这个去年 要定 已经定线了 而且 请问北宜 只省了18分钟 可是要花多少 500亿 花东快速道路 那您支不支持 支持要做 请问 发动快速道路 他还在可行研究阶段 您 交通部支不支持 花东快速道路 要根据 台九县 省道工程 快速道路 还有我们的铁路 请问支不支持 我想对于花东的交通改善 交通部则无旁贷 是 好 您交通部 谢谢 您交通部 则无旁贷 刚才 是我们 花年县级的立法委员 习生会习委员 针对交通部 提出的建议 我见这条公路 在整个环岛来讲 是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们再继续看一段下去 到底是要不要做 那次长 我看你们的评估报告里面 处理报告里面 关于花东快速道路 你们是建议不推动 我们对这个条例 建议不推动 好 刚才 是我们交通部次长 中文 地方 花莲 台东 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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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见花 东 快速道路 在别后 才勇气 满 花莲 平和一看 县 县人的宿命吗 在中央呢 看地方 在别后 再勇气 满 县 县 一县会不会更好 中央近年 发了一千五百万 花东快速道路 可行性评估啊 花莲 立委提出了要编例一千亿的 花东快速道路建设特别条例的草案 我们外界认为说这个是前坑法案 各位想想看 我们西部的公路网 哪有一条这样的公路在我们东部 像这样的类似的情形在这样的在东部来出现 只有我们花莲 看来啊 立法院多数的民进党呢 希望呢 小英主席的承诺呢 只有靠他们 如果以民进党的做事形式风格呢 看这一条路不用再做了 悲哀 让我们县政府这边呢 在适当的场所呢 还要适当的会议呢 应该积极的来推动 这些呢 我们地方跟交通有关的 更大的建设呢 如果 县长愿意呢 带队到总统府来抗议呢 相信我们议会 花莲县的县民呢 会前提 全力来支持 来抗争 我想这是我个人表达呢 对县政府 不估计率领团队呢 一些来举行 我们 感觉到交通 实在是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我们应该呢 期盼花莲的交通会更好 其实呢 我们来看这一个 我有地 公用不动产租金 各位看到这一张图呢 在上面这个七块蓝色的部分呢 是我们国有 现下非公用不动产租金的收入的情况 就是呢 我们103年 104年 增加了百分之23.5 当然这个税收呢 是我们现 收入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国有地 非公用土地的租金呢 我们在乡 在乡间里面呢 经常呢 提到 我这个土地是跟国有财产租的 租来用 然后安居乐业呢 这一块七块 去种田也好 去做打工也好 培养子女也好呢 都开这一块土地呢 这都50年前60年前呢 他们就居住在那边 他们居住那边呢 只有缴租金 既然能够安居乐业呢 缴一块租金 的范围之内可以缴 我们也可以接受 但是呢 最近呢 我们国有土地的租金啊 上了 很多民众就打电话到国有财产局 为什么我们的租金 上一次5000 这一次都变9000 是一年了 是一个月了 甚至有的更高 他更高的面积呢 他在那边租下来 他原本想说呢 一个月三五千块 四五千块租下来 我可以 但是打去问国有财产局呢 这个啊 是花莲县政府 他们公告地价调整 要是涨的 跟我们国有财产局没有关系 那个是县长要涨的 不想这样的一种 公有地呢 来涨价呢 我想非常的不合理 现在我们地方呢 有一种声音啊 说我已经租不起了 现在原来五千块 一个月缴五千的 我还可以勉勉强讲 儿子有在工作 但是呢 他缴不起了 他一个月呢 变9000 他已经缴了好几年 将近上百万的公有土地 非公用的租金呢 最近呢 他改变了 当时他们认为说呢 这个公有土地 现在我一直租 我去把我阿公时代 就租到现在 那现在孙子 儿子孙子继续租 租的缴了一百多万 还在迟迟的等 将来这个国有地呢 要标售贩售的时候呢 我们成租人呢 优先 优先成购 现在呢 不要了 我们来看这几张图片 他已经缴不起了 这三张图片呢 就是国有地的租金 这个地呢 是在这个福星 村福星段的样子 他这个地本来是一个空地呢 他就把它绿地 把它整理以后呢 一定整理以后呢 就缴了租金 现在呢 这几天呢 我去看了一下 我说什么 好好地要成交 这是国有地 我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他的地呢 把它所有的环境呢 铲除 把它铲除了 要还给国有财产 他说啊 我现在缴了一百多万 如果 再过二十年 我过世以后呢 我不要害了我的子孙 害了我的儿子 将来呢 国有地这一块地 如果要卖给他们 他也买不起 曾经要一千多万 他又缴了几百万 那干脆 平均 持家的精神啊 就 给国有财产 那我为什么会谈到这个现在民间 甚至现有地的调整也有连带的关系 国有地的调整 现有地 非公用的土地 都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我想我们 急促呢 要来了解 到底 这样的租金的涨价 会制造了多少的贫困的家庭 甚至还有一户人家在福兴村 他这个福兴村的地呢 跟国有地租的 都是他的儿子帮他缴 他就过那个农民年金七千块 一个月也要缴到五千多 现在已经超过千 都是他儿子出的 他不晓得说 我们是租地 他还可以继续住下去 最近他也会让出来 我想我们政府单位呢 应该多去关心我们的基层 像这样的国有地的 层猪呢 应该要好好的检讨去关心他 有一天他就是变为低收入户 有一天呢 可能家庭呢就闹了 没有想象的意外的发生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只能税金单位呢 在适当的时机 在开会的时候呢 虽然你们会说啊 这个调整是全省性的 但是老百姓如果今天赚有钱 他不会在乎 现在赚不到钱 经常讲到我们花园赚得到钱吗 赚不到啊 最近520快到了 你看我们整个观光客 我们的观光客 现在来了那么少了那么多 我们的游览车业者 借钱买游览车 我们的民宿业者盖了房子 没有人进来住 我们的益品业呢 倒着倒 整个花园市可以看一下 原来很多的益品店呢 现在要倒闭了 我想这样的整个环境呢 实在受影响我们 非常的大 我想这个这间基金单位呢 应该好好诚实去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 另外 我们整个花园县 土地 不管是县有 国有 都是在我们县政府的主导之下呢 来开发跟进步 应该每一个地点呢 都要有开发 合理的进步以后呢 然后把这土地做有效的利用 我们来 看一下几个问题 来看这个图片 这个 人爱新村 整整100户 放在那边 应该有15年了 没有用 同样是国有地 也是花园县地表的土地 盖一栋房子 国防部 移走到美轮以后 这些地 这些房子呢 放在那边 没有用 上次有建议过用ROT 有民间的承包 让青年住宅也好 低收入也好 或者是台风灾害的 这个 又灾的一个寄住地点 百户 我们正当推青年住宅的时候 什么住宅的时候 这一栋放在那盈盈 难道他不是在花园县 这种境界里面的 一个土地吗 这一百户放在那边 等到有一天就是敲除了 非常的可惜 你们也许会说 那个国防部的 我们管不了他 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主导限制 在花园县境内的土地 不然的话 国防部的很多的 使用者 有什么浪都在让人家 乡工手 市工手 去承浪下来 去管理 他们就改变了用途 像我们 去安乡 信封营西的 那么大人心 变客家艺术村 房子 好好心心的 放在那边 其实我们看到在地方来讲 很痛心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我们再看一张图 也是国有地的 而且在市中心 我车站一下车 就可以到达三分钟 这个国有地 你们经常讲的 又是国有地 现在只要办了一次石雕展 现在方会在那边 还有一些好朋友去打漆弹 爬着围墙过去 这个也是国有地 没有人去管它 距离花连 接安火车站 经典车站 不到三分钟 没有人管它 难道这个国有地 就不是先这种境内的土地吗 感觉到蛮奇怪的 所以像这样的国有地 像工有地 非公用使用的 这个土地的解编 20年了放在那边 要卖也不是 到底他们现在进度 做得怎么样 是不是有机会 不像是在这样的地区里面 我想 我应该都以来关心 这个工有地的问题 这个国有地 公共设施也好 这些呢 过去边定委公共设施 没有在用的 是哪一个岗位管辖的 是应该是财政 财政处吗 财政处啊 这个处长 你给我说明一下 目前这个 非公共使用的 边有公共地 解编的问题 有了解多少吗 是民政财政 财政处长 还有民政处长 现在我们边路在建安乡花蓮寺区里面的那个这个公共设施 在编入为公共要公共使用的这些应该进入了解编的现在目前的状况怎样 这个又解编的话应该 如果公共设施保留地解编是不是是我们建设 建设处还是 是 益政建设 建设 建设处 你三个人站那边 没后站那边 怎么办 两个回去 转回去 怎么回来 跟民政有关吗 没有 跟预言报告 关于您提到仁爱新村 其实我们也有积极跟军方 有在联系啦 希望他可以 空间可以作为收容或其他的用途 但是现在还是要他里面的建筑物可能有一些问题 所以还在努力当中 那另外关于渊业厂的部分 我们府内又去在开会 想要把他地步变更 以后可以 作为其他用途使用 在这方面我们都有很积极的作为 在做 据我了解是这样 谢谢 这是针对这个公共设施保留地 解编而已 是 谢谢邱议员 那这个有关公共设施保留地的部分 那因为 这个 我们现在整个权限 有非常多的一些公共设施用地 那这些公共设施用地当初依据他的使用分 需要的使用分区整个城市都市里面的 去划设的 那这些部分我们现在有一个公共设施保留地的一个专案通盘检讨 那目前针对这些公共设施保留地都纳在这个通盘检讨里面来去做讨论 那这个目前呢我们现在已经 这个检讨案已经做了 走到这个期末报告会把这些相关的 民众反应的还有 医院所提到的这些 这些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土地的部分做一个总检讨 以上说明 有没有预计的进度大概什么时候几年或者是多久会完成 这个因为他的数量非常庞大 因为整个权限 那不过我们会针对重要的区域先讨论 那这个在期末的部分我们已经有汇整的差不多了 那先就这个汇整的部分 比较重要的来先做讨论 一期几年内完成 在今年的 今年的话会 会完成整个 解编 解编的部分还没有 因为这整个要必须要纳到 整个通盘检讨之后再来看 他在都市计划里面要做怎么样的分区的调整 在这个两三年内会不会解决 其实我们也要配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那个都市计划的 输途重置 那一并来做 来做整个都市计划分区的调整 大概在这一两年内会先把这个部分先 先完成整个调整的初步的方案 好 尽快的把解决他们的民困 那个地震出 大会报告 我们 大陆广州市 官邑区人大常委在我们 颜主任的 率领之下带领着11位 我们 广州市的 常委会的 所有的领导 来到我们花莲县议会 来掠领指导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好继续开会 谢谢 谢谢 邱友商丘议员 刚刚提到说 国有非公用土地的租金 因为公道地价的调整 以至于今年度的租金 增加 那关于国有非公用土地呢 可以分为两种 根地 根地的部分呢 是缴 这个每公顷生产量 公斤数 的 稻谷的 价格 以代金的方式 来缴纳 那 基地的部分呢 各个的公有土地管理机关呢 他们是 为了便于计算 所以用 公告地价的方式来计算 所以 这个公有地的租金 并不是说一定要用公告地价 因为公告地价是作为 课征 公告 地价税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刚举例 根地 就 不是用公告地价的方式来计算租金 那我想会建议 各公产管理机关 来 检讨 不要随着公告地价的调整 以至于租金增加 然后第2点呢 要跟 消息人跟大会报告 那么今年度是105年度 那按照平均地权条例呢 公告地价每三年调整一次 所以我们105年调整呢 是因为从 102年到现在 每年度 市价都大概有 10%的涨幅 那以至于 这个调幅呢 经年度是比较显著一些 以上报告 我想刚才你谈到这个 出场谈到这个公告地价这个问题呢 尤其刚才我谈到的这个 这个现有租地 非公用的租地呢 国有非公用的租地呢 这个细节说明呢 在他们缴纳的时候呢 是不是 可以附带一些说明呢 给我们乡亲知道 让他们了解 我们这个政府的运作 不然的话 我们县政府是被黑锅的 我想请处长来 下期 这个适当时机 做适当的文宣来宣传 让我们乡亲能够来了解 谢谢 同位请回座 今天的咨询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 那个是什么声音 夏里 不是空袭吗 好休息10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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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间的事情 其实没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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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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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谢谢 谢谢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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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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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